新視角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Cat 日經亞洲評論的專欄作家鍾澤克爾 7月14日撒文說 安倍和習近平十年來一直被命運群綁在一起 在安倍遇息之後 中共高層的罕見地發了三份吊現電郵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過去十年各自領導著隔海相亡的兩個國家 並制定著不同的戰略 兩位領導者之間長達十年的競爭 已經隨著安倍遇害而突然間結束 在安倍遇息後 雖然來自中共官方的吊現來得較遲 但也透露了不尋常的訊息 根據在安倍去世的第二天 7月9日的上午 習近平向現任的日本首相岸田發出了一封慰問電報 習近平對安倍的突然去世深感染色 習近平說 安倍在任期間為了推動中日關係 改善進行了努力 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兩人曾就建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達成重要共識 此外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單獨向安倍晉三夫人 安倍超偉 知電燕表示哀悼和慰問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也向岸田單獨發出了吊現 鍾澤克爾說 中共領導人發這麼多電報哀悼的 外國領導人離世是極不尋常的 習近平此舉實際上是在承認 安倍這個和習近平打了十年交道的政治家 是一位真正的高手 習近平和安倍幾乎在2012年同一時間上任 安倍是日本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 雖然在2020年因為健康原因辭職 但仍然繼續在國內政策和外交事務中 發揮最強大的影響力 而習近平則是有望在2022年秋季獲得 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在中共官方宣傳中 安倍向來是受到評擊和批評的 安倍被描繪成為右翼政治家 堅定地主張修改日本憲法 同樣的安倍提出的自由開放的 印度洋太平洋概念也是對準中共的 而且在安倍的推動下 這個概念還獲得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認同 更重要的是北京尤其不能容忍安倍對台灣的強大影響力 無論是安倍幫助推銷被中國禁止輸入的台灣菠蘿 還是原本安排7月底首次訪問台灣 都在觸動中共的敏感神經 令世界最早記住安倍跟習近平交往的時間 應該是2014年11月10日 在APAC的峰會前面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之內 面無表情地跟安倍握手的同框照片 《日經》亞洲評論當年的報導說 中國國內媒體刊發了嚴肅表情的習近平主席畫面 雖然依然未發但卻傳達了明顯的訊號 在中國領導的面色會對政府機構和企業產生很強的影響 報導說如果這次習近平微笑地和安倍握手 估計中方的相關人士將會理解為可以去做的一種暗示 這種表情跟當時的背景是契合的 在2012年9月日本宣布將釣魚島國有化之後 中日關係處於冷淡時期 11月15日習近平當選為中共黨魁 但上台沒多久中國國內就爆發了激烈的反日示威 一個月後安倍的自民黨在日本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安倍第二次成為首相 2014年北京承辦APEC峰會 這對東道主習近平來說是一個重要時刻 如果習近平無法與日本領導人安倍舉行會談 習近平的外交資格會受到黨內的質疑 這時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在促成中日首腦首次會晤上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福田康夫在三個月內兩次訪問北京 並在7月28日與習近平秘密會面 強調中日首腦對話的重要性 同時福田是安倍在自民黨中的前輩 福田康夫建議安倍不要錯過與習近平會面的機會 中日政府隨後圍繞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東海 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 也是習近平發出最新釣片中提到的內容 當年出席這次高層秘密會議的有 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 同時也有時任的日本外長岸田 在習近平與日本達成意向性的共識後第二天 北京宣布對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進行懲處 這是習近平發起反腐運動中的一個關鍵時刻 在解決了對外關係上一項最大懸疑未決的問題後 習近平保住了聲望 並且為適當集中精力對其黨內鞏固權力創造空間 在習安會後中日關係開始改善 習近平原本計劃2020年4月對日本的國事訪問 也因為COVID-19疫情被推遲 中日的關係仍然勒手 鍾澤克爾說儘管安培從不忌諱被打上鷹派的落印 但安培的外交始終是現實而無實的 2006年第一屆安培政府上台沒多久 儘管與北京有很多懸疑未決的問題 但中國被選為安培首次出國訪問的對象 安培和時任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就構足戰略互衛關係達成共識 在安培去世後兩天 現任首相岸田的自民黨 在7月10日的參議院選舉中大獲傳聖 鍾澤克爾說作為安培政府曾經的外交部長 岸田被任何人都清楚 為了改善與北京的雙邊關係 在過去所走過的艱苦之路 相信岸田今後定會有機會進一步運用岸田 擔任安培外長時累積的經驗 安培如飾身亡 在全球對日本表示支持和對安培家人表示同情時 接受中共仇恨教育的中國小粉紅 卻在幸災樂禍和嘲諷 還有中國商家藉此進行各類的商業活動 這些不理智的言論在被翻譯成為日文、英文等多種語言後 令外國普通民眾對中共宣傳感到錯愕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 在19個發達國家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 近年來中國的形象日益惡化 平均68%的受訪者對中國持有負面的看法 尤其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美國 對中國負面看法的民眾比例分別是 87%、80%、86%和82% 創下或接近創下歷史紀錄的最差水平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林彥的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新視頻》